还有就是金手指的应后发布会上啊 主创全部到齐 庄文强为首加上编剧 加上刘德华梁朝伟 任达华 阿萨蔡卓言 都来了 这个梁朝伟跟刘德华 真的是两种性格上的极端产业 刘德华就是射牛 这梁朝伟就是射口 真的好射口 他局促的像一个小孩 60多岁了局促的像一个小孩 就是手也不知道该往哪放 这个眼睛也不知道该往哪看 整个的这个过程中 梁朝伟一句话都没说 就是连附和别人都没有 只有在最后抽奖的时候 说了两句话 还不是跟观众说的 而刘德华呢 就是一看就是 这种场面就得我来啊 主要的互动都是刘德华 两位天王啊 真的是性格截然不同 但是两位天王出场的时候 都是全场欢呼 梁朝伟第一个出来啊 这个全场 大家都在喊雷仔的名字 刘德华第二个出来 大家也是一片欢呼 喊华仔的名字 所以两个成就如此巨大的影帝 性格差别竟然这么大 但是两个人是好朋友 上一次合作已经20年前了 这一次又合作 两个人也奉献了很多精彩的对手戏 挺不错啊 挺不错的 这个片子讲的就是一个早期香港的故事啊 挺怀旧的 看到两位影帝啊 再次通框 感觉也挺唏嘘的啊 两位都已经60多岁了 但是他们依旧还是那么的帅啊 依旧还是从演技啊 到颜值上那么能打 香港黄金一带名不续传 梁朝伟和刘德华是他们其中的佼佼者 我们来到的心里 我 Came 好